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今天要跟他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住在嘉义云嘉南地区的朋友其实非常非常的恐慌 那这个恐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禽流感的问题它又再度的爆发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边的也很多的原本吃鹅肉啊 或是靠鹅肉为生的这些业者呢 其实也都面临到非常大的经济上面的一个冲击 当然对消费者而言那样的一个恐惧感其实是更大的 不过这个禽流感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在几年前 知名的纪录片导演独立记者李慧人 其实也透过不能错的秘密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去揭露了这个禽流感隐匿的问题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 李慧人导演来跟我们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慧人你好 王先生好 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议题 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禽流感的问题 恐怕也不是今天才这个发生的 那在过去其实也发生过这个目前是H5N2跟它的变种 那还有包括H5N8还有是新发现的H5N3 那这些名词对很多人大概又觉得非常非常陌生 不可以简单一下 這一次的情流感的疫情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它又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呢 老師 其實很多人常常遇到情流感 會講說有情流感 你們為什麼老師就問理會人 難道不能問你嗎 問一些專業的學者嗎 我常常講說對 你比很多學者都專業了 沒有 這真的是很荒謬 不應該要訪問我的 不應該來誤問 為什麼 可是更荒謬一百倍的是什麼 因為所有的記者都找不到 所謂的情病專家來接受訪問 為什麼呢 因為在《釣菜不能做的秘密》 意義裡面有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包括很多記者 在整個過程當中 不管是情流感 尤其是情流感 每次要找專家學者問 沒有人願意耶 沒有人願意耶 那即便他會出來 通常都是坐在農委會的官員旁邊 開記者會 然後開完記者會呢 然後講完檯面上的話 很多記者要繼續去追問 結果看到什麼 農委會的官員會 圍成一個小人牆 然後不常常離開 是喔 這感覺官員變成保鑣的意思就對了 官員其實變成一個幫農委 應該講官員變保鑣 然後老師 因為老師來 你也講說負航或者是背書都好 但是官員卻不願意讓 老師跟記者後面去談更深入的問題 我覺得是 當你看到這個部分 你就覺得很荒謬 那當然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 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絕大部分的老師 他們的研究計畫還是掌控在 那個官府 要講官府 在那個政府裡面 所以你通常不敢得罪他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對 嗯 嗯 嗯 但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老師你問我說 那好 那H5M8 老實講我不是專家 只是說我可能在這個部分 我比較了解這個狀況一點 因為在找不到專家的狀況之下 我願意來跟聽眾朋友 或觀眾朋友來談這個部分 那這次情流感 其實 總共到目前為止有 應該講四株病毒 然後第一個病毒就是 存在台灣已經11年的H5N2 如果聽眾朋友還有印象 就是2004年的1月15號那一天 然後在過年前 然後農委會就開一個記者會說 台灣爆發一個H5N2 低病原性情流感 其實那時候 從1997年 香港爆發情流感 然後感染人 然後人死亡 然後到台灣爆發H5N2的低病原 這麼多年的時間 大概七年的時間 台灣完全都沒有相關的病毒 所以那時候2004年1月15號開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嚇壞大家了 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可是2004年內株病毒結果後來經過11年 結果我們的農委會 竟然都完全沒有去處理它 然後也沒有辦法完全的去把它清除 所以到 有記錄裡面是2009年3月開始 然後他已經變成高病原性了 然後變成高病原性結果還被官員引力 然後官員就是2009、2010、2012都引力疫情 那包括農委會的副主委 包括房檢局的局長 因為引力這個疫情都被監察院抬 然後局長也因此而下台 那這次第一次爆發疫情的是在1月9號 在屏東大五山有一個所謂的五星級的養雞場 就是會聽古典音樂的那個養雞場 對 奇怪 這麼高級的一個養雞場怎麼還會得到情流感 而且這個養雞場在之前就很出名 因為它的這種所謂的培養的方式 是跟很多人不一樣 對 這個養雞場它其實它是用水連式的 然後用非常高級的方式在養雞 所以它生產出來的雞蛋都賣得很好賣得很貴 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可是大家就想說為什麼會得到情流感 然後我們看到農委會一開始就是指責他們說 你們沒有做好自主防衛的工作 你們自己把可能安全消毒方式沒有做好 所以才把病毒帶進去 其實第一場是那個部分爆發 然後其實嚇壞大家了 可是這一株病毒是舊的 所謂的舊的H5N2 也就是存在台灣11年的一個病毒 可是我要必須要講 也就是說之前是完全沒有處理完對不對 因為農委會其實根本都不願意去處理 應該這樣子講 那所以這次 比如說包括五星級的一個養雞場 為什麼會得到情流感 我常常開玩笑就在講 大家講說它 比如說是五星級用什麼很高科技的方式在養雞 可是你不要忘了 如果你是在一個病毒堆裡面養雞 嗯哼 那樣子流感的可能性都很高啊 對 除非你在負壓 負壓室裡面養雞 嗯哼 病毒都直接那個 可是負壓室即便 即便是負壓室都還有可能它會造成一個病毒的一個 如果你消毒沒有完全還是會跑進去嘛 嗯哼 可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 因為政府一直都沒有做好清除病毒的工作 所以才讓病毒存在幾乎在台灣所有的養雞場裡面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1月19號的時候 農委會主委陳寶基 他終於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裡面 他終於承認 沒有錯 他說台灣的H5N2情流感 舊型的已經在地化 嗯 他已經清楚了 確實說已經在地化 所以從這個已經在地化這件事情 我們就來看 從大海五山那一場來看 是說 其實他們之前的防疫措施都是錯的 嗯 之前他們就一直口口聲聲跟我們講說 情流感疫情都是李慧仁在亂講 然後都沒有這些疫情 都是在騙人的 嗯 所以你從這個心態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會爆發 後來的這些H5N2 新型H5N8或H5N3的疫情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次的疫情 比如說像壓根兒 其實早在去年的10億月 中南部就陸陸續續 已經開始有一些異常死亡的樣子 對 那些事件發生 可是包括養殖業者 包括 從生產者到把關者 就是政府 他們都覺得說 啊 這個可能就是 這十幾一年來 跟我們一起和平共存的那些情流感 啊 頂多就是使一些積壓 就這樣子而已啊 不會有那麼大的問題啊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心態 嗯 所以他們疏忽了 然後沒有想到說 哦 結果後來 爆發那麼大的疫情 然後開始去做病毒的分離 後來發現 是新型的H5N2 還有H5N8還有H5N3 散出新的病毒 嗯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輕菇啦 那 所謂的養殖者或業者 他也被農委會長期恐嚇 或者是教育來說 啊 這個東西H5N2不用擔心 反正 我們常常看到說 農委會常常去做一個假議題 每次有情流感 每一兩年就告訴大家說 雞蛋不要生吃 雞肉要煮熟 就沒有問題 嗯 其他其他人不用擔心 也就是都是在後 後端的部分 再去做所謂的 處理啊 或者是改變我們的這種飲食習慣 或者在飲食上做一些提醒 那你剛剛談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非常嚴重 他事實上 你剛剛講說已經在地化了 對不對 所以很顯然 這個原來舊的東西沒有清楚 而且他已經是適應 甚至產生新的變種了 我覺得這部分非常嚴重 我們待會再談 他可能跟整個官僚體系 是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不過我想問再一個更前端的問題 是說 這個這一次的疫情 是怎麼爆發出來 是農委會自己主動揭露的嗎 還是只包不住火 還是這些業者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去爆發揭露出來 還是有媒體去揭露出來 其實第一個疫情是1月9號農委會開記者會 那為什麼1月9號開記者會 其實就是大午山那個五星級的陽青場 其實那個大午山的陽青場 它早在去年的12月初 就陸陸陸續續發生有一些雞 異常死亡的狀況 然後後來到了12月12號 所以這更早之前就有了 對 到了12月12號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一次都死了2000隻的雞 其實那是很大規模的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然後他們就把那個相關的檢體 送到屏東科技大學的保健中心去做檢測 那屏東大學保健中心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農委會他在台灣有四個地方 設了四個家庭保健中心 第一個就是台灣大學 第二個是中興大學 第三個是嘉義大學 第四個就是屏東科技大學 他們設了一個保健中心 這個東西是農委會設立 然後有他們在管理 所以如果在每個地區的那些農民 如果你有遇到一些相關的問題 你就可以把檢體送到那邊 就如同我們去看病一樣 可是當天12月12號 業者把那些檢體送到屏東科技大學去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你去看病你必須要寫病例 同樣的你把檢體送到保健中心去 你一樣也要去寫病例 你要告訴說 因為我養多少雞 然後結果一次大規模死亡了2000多隻 這個很不尋常 所以我把檢體送了 其實12月12號就送了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是農委會 副主委在立法院針對 1月9號才公佈 那時候大家講說 怎麼20幾天你都沒有去做任何的動作 然後放了那個蛋這樣子流出去 也沒有做移動管制 大家吃了那麼多有情流感的蛋 然後他才講說 我們不知道了 我們是到1月5號得到情知 哇這個非常離譜 才抽到 可是我要講 12月12號你送到平科大的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是你農委會在主管 所以你進去那邊 你的病例要登陸 登陸完之後 如果好了 你可能沒有即時key in 兩天好了 給你三天好了 12月15號 你農委會應該要知道吧 嗯 結果農委會都講說 我一無所知 我一直咬著說 我是1月5號才得到情知 他就是要再卸著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農委會長期以來遇到事情 就往別人的身上推 對別人 比如說包括大五三那個養肌廠 他就講說 你們自己消毒沒有做好 所以不是我的錯 是你們的錯 不過他不是應該定期去做一些檢查 或者是對這種所謂的 做一些檢驗嗎 對 其實重點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這幾天 我也一直呼籲農委會要公佈一個叫做 情流感陽性抗體的調查 那個是農委會其實每一年都會 有一個計劃 針對全台灣的養肌廠 然後去抽他們的血來做監測 看這些情類裡面 有沒有所謂的H5型或H7型的抗體 那抗體是什麼 表示說如果這個肌壓額裡面 它身上有H5或H7的抗體 表示說曾經有病毒感染到這些壓額 它才會成這個抗體 那表示說病毒在這個地方在活動 這個抗體其實是一個 你做流行病學 或者是做在防疫工作很重要的一個資料 可是農委會卻把這些資料都當成機密文件 這跟大家生命產業都有很大的關聯性的資料 為什麼要作為一個機密的委員會公佈呢 因為 以前他們都一直在隱匿情流感 都覺得說台灣是 不是疫區 台灣是乾淨的地方 是情流感的清淨區 一旦你公佈這個資料 赤裸裸的告訴人家說你在說謊 如果你是情流感的清淨區 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抗體 有抗體表示有病毒在活動 所以連衛福部 CDC要去跟他要這些資料 農委會都不給 你就可以看到多麼荒謬 所以當我們看到說 那他把這個問題指責給大五三的業者 那我常常在想說那業者要不要回來告農委會 然後應該要國家北場 為什麼 因為農委會防檢局 你就是負責要去清除這些病毒 11年你都沒有辦法清除 然後你才管我說 我養雞 然後沒有注意消毒 才把外面的病毒帶進去 可是誰讓這個環境裡面充滿著病毒 是農委會 是官員 所以他們真的不能推薦這些責任 這一個理性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應該要去認為或是以為 我們的政府官員就是要做這些所謂的防疫的工作 那業者他當然也當然有他的責任 只是說業者他能夠做的恐怕是有限的 因為要不然我們要政府幹嘛 我們要防疫官嗎 這些所謂的官員幹嘛 那事實上聽起來是一個非常荒謬的過程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請教惠人 就是剛剛你特別提到說 這個病毒其實已經是一個本土化 那很顯然他在這裡已經養了很久 而且適應了很久 甚至有新的變形 那這種病毒在發展下來 對台灣的社會農業 這個所謂的養殖業或是消費者 他對他的影響會是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中翔燦爛時光是由公視新聞引體中心 PNN公務情動影紀錄資料庫 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那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 要來跟大家談一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情流感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訪問的這個來賓李慧仁導演 其實他剛剛說他不是專家 可是說實在很多專家我們也訪問不到 那其實這幾年下來 李慧仁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流感的專家 而且他不只是在情流感的專家 是在如何去盯這個所謂的農委會相關的官員當中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慧仁你好 館老師好 非常謝謝你這一年拍了這個兩部的不能戳的秘密 那接下來是不是還有第三部要上演 有有有 今年暑假不能戳的秘密山會完成 那會把最近的這些劇情 不是講劇情啦 這個所謂的情節這個發展也放到裡頭去嗎 會這個部分都會 因為這個部分要跟我不能戳的秘密山要論述的 這裏面也是息息相關 嗯 那這裡面到底你要論述什麼 我不曉得例如說我們剛剛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哇這個病毒都已經本土化了 就是某種程度上面它已經適應了 甚至它發展出新的變種 這個所謂的病毒本土化跟整個台灣的防疫體系之間的關聯性到底是什麼啊 我覺得先從我們剛剛管老師有講說找不到專家這件事情 記者找不到專家來做訪談 所以記者就只能去找一些比較外圍的人來談 甚至有時候就沒有辦法只有官員的那個相關的說法 我常常講說我們的健康 健康傳播其實台灣其實有在加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看到情流感這個議題 農委會一直在做很多的假議題 我剛剛有提到說 每一次只要有發生疫情的時候 他會講說 不要吃生雞蛋 雞蛋不要生吃啊 肌肉要煮熟 情流感不用怕 我常常講說這是假議題 為什麼是假議題 理論上農委會你就應該要去管控 不能讓有病的積壓額到市場上面去 民眾不應該在市場上買到有病毒的積壓額或雞蛋 本來就是農委會應該要做的事情 農委會把自己搞得跟國劍局是一樣的這樣的角色 沒有錯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農委會這樣做 情流感其實它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就是公共衛生跟流行病學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食安 那理論上食安的這些問題不應該成為問題 因為農委會底下有什麼 有防檢局有畜牧處 防檢局有所謂的動物防疫科 然後畜牧處有家禽生產科 家畜生產科 這個部分他們主管所有台灣全台灣的農場 農場 牧場 包括養肌場 那個都是他們在管想 出了什麼問題你們應該要了解 你不應該讓這些有病的病基上到架上面去 所以如果用黑心油來比喻農委會每次在講說 把蛋煮熟啊 肌肉煮熟那個事情就像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黑心油 然後我們不阻止它上架 然後你再加上民眾再加上還是可以買到黑心油 然後結果你就跟民眾講說 因為它那個有害物質的成分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再者是說那些成分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 詳細的調查說 它是不是會真的會得到癌症 沒有辦法證實 所以你只要多吃一點青花菜就可以把它排出來 就不就很像農委會講的嗎 你只要把蛋煮熟就好了 你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這是假議題啦 所以我覺得說農委會應該這些問題 不應該存在的問題你不應該去講 你陳寶基或農委會的主管應該馬上在記者面前講說 從明天開始我保證你在市面上吃到的雞鴨兒雞蛋 絕對都不會有病毒不用擔心 如果你吃到我一定下台負責 我相信大家都會敢去吃啦 對 為什麼 長期以來農委會都在操作這些假議題 反而整個流行病血的那個部分都沒有去做 所以我們看到2004年開始 那個病毒然後就存在 那時候他們就賣給候鳥 對 賣給候鳥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根本不是候鳥 是有人人魔不張把它那個病毒弄到台灣 想要做疫苗失敗的產物 所以病毒變在台灣 好那你不去清除它 到了2009年它又變成高病原性 你又隱匿 然後其實在2012年的11月 其實這個舊的H5N2病毒 它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異 第一個它是從嘉義傳到澎湖 澎湖也淪陷了變成疫局 然後那個病毒又變得更強了 它已經改變了 已經開始去做基因的變化跟變種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產生變種 農委會還在繼續引力 它還不去處理 所以到了2013年的6月份 在南投埔裡有一個20歲的年輕女生 她在早餐店工作 對 然後她早餐 我們早餐店不是買那個蛋 都是買一整龍的那個蛋 對 沒錯 沒有選蛋 不是洗選蛋它可以放得久 所以她就買那個蛋 然後她在那裡做早餐 結果她得到了一個叫做H6N1的情流感 做早餐也會得到情流感 因為有可能是那個蛋 它是整箱 所以我們常講說蛋要買洗選蛋 為什麼要買洗選蛋 因為如果那個沒有洗選蛋的蛋 雖然可以放了比較久 可是它裡面會有沾黏的一些糞便 對 對 它傳染的這個途徑是非常非常多樣的 而且快速的 對 所以她那時候就得到了一個H6N1的情流感 那個部分是CDC CDC在就發現說 這個女生怎麼得到肺炎 住院了好多天 差一點死掉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分離 從她身上 然後就分離到那個H6N1的病毒 分離到了之後 嚇死全世界 為什麼 因為這支病毒在過往的幾十年的年間 它在情流身上不會發病 同時它不會去感染人類 這是全世界第一 這不是台灣之光 這是台灣之池 欸這個台灣社會好像沒有太多人關心或知道這件事情吧 因為大家對那些所謂的情流感並不是那麼懂 然後再加上台灣的媒體 常常比如說 欸這個新聞 然後三天晚之後 就被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新聞又蓋過去 對 然後大家都忘了這些事情 然後再加上很多 整個風險傳播 或健康傳播 我們不是那麼了解 記者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報導 這些比較更深入的事情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讓農委會的那些官員怠惰 然後他根本就是覺得說 反正我不要作為 痛三天就好了 被罵三天就好了 嗯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看到那個Case啊 H6N1 然後結果更荒謬的是 因為CDC是衛福部的疾病管制局嘛 嗯 他分離到那個病毒 然後因為他是禽身上的那個病毒 所以他找農委會的人來開會 結果農委會還硬要說 啊一定是你們檢體污染 一定是你們做錯 還在硬要這些事情欸 所以從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農委會的那種官僚心態 真的非常嚴重 遇到這麼大的事情 你還不會去處理 然後這個你看禽流感 那個H6N1為什麼會感染 其實回過頭來 你當他把那個基因分 去做分析 原來 他的基因裡面 已經混到H5N2的基因了 就是2004年 然後到現在存在台灣11年的那個基因 H6N1被H5N2帶壞了 嗯 被他帶壞了 原來H6N1在鳥群身上不會發病 不會感染人 可是H5N2去帶壞他 然後結果他現在就開始感染人 這件事情凸顯出台灣 在那個農委會的公衛 公衛 公衛生台灣的流行病血 其實是大失敗的 他整個防疫措施是錯的 所以針對這次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我覺得說農委會應該痛定事 痛 然後行政院應該要要求 強烈的要求農委會 好好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過往那些引力疫情的人 絕對不能夠讓他繼續再來做防疫的工作 可是他們不是沒有 又不是沒有痛定事動擴疫 不是沒有人下台過啊 可是這問題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是因為這個議題太專業 還是我們的官員太怠惰 還是我們的學界太過於相互cover 還是社會的監督力量實在是沒有能力 或是太少了呢 我覺得第一個部分官員 老實講那時候被監察院彈劾 可是彈劾只有一個徐天台下台調職 對 那副主委 那時候的副主委 他主管情流感隱匿 很多的情流感的那個副主委 他被監察院彈劾 那個處分案要處分之前 現在的陳寶基主委他就很技巧的 把他從事務官調成政務官 因為他調成政務官之後 他就不會受到你必須要去離開你那個職務的 這樣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現在還繼續在當副主委 他還繼續在主管情流感的防疫工作 可是我必須要講 如果我是官員 我是基層公務員 我看到這樣子 我的主管因為隱匿情流感被彈劾 結果他還升官 從第三副主委變成第一副主委 這是一個鼓勵作用不是嗎 這對某種公務員也是一種鼓勵作用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農委會其實是沒有痛定是痛的 你第一個你應該把這些 官員的那些集團 全部都要追究他的責任 這樣子公務人員才不會 敢再去做那些違背作歹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你現在因為有四株病毒 有新的H5N2 舊的H5N2還有其他部分 他補償的機制也不同 比如說現在農民如果你通報 你驗出來是新型的H5N2 或H5N8、H5N3 你可以做見價 比如說我有一萬隻積壓額 我們就去見價說 這裡面一隻大概多少錢 你可以得到見價的全額補償 可是如果你是驗出來是舊型的H5N2 結果你只能補償六成 怎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你這樣子不是要鼓勵說 大家如果我是舊型的 你就不要去通報 因為你通報你一定會虧死 因為你只有補償六成 所以農委會 當他再去做這個樣的措施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是一個巧門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現在舊型的H5N2 都存在大概是在機身上 可是台灣的機數量 非常非常的大 壓根額比較少 如果真的要 如果你要去清除的話 如果全部都補償 我相信那個機會大量的出來 我們疫情絕對會超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對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十幾天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幾百場 三百多場 對 都得到情流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三百多場嗎 其實如果你真的把 H5N2也列為所謂的全額補償 我相信 那個東西會全部爆出來 可是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也 才有更有機會去清除這些病毒 所以你說的 你說現況比我們想像的更恐怖很多嗎 更嚴重很多 沒有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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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 我前幾天都一直要呼籲農委會 趕快去把那個所謂的 血清抗體監測報告公佈嘛 陽性率公佈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去清除這些病毒 你必須 因為農委會每年再去做那些抗體的監測 你可以從 那個監測的過程看到病毒 它的流行的一些軌跡 從那個抗體我們抗體的監測 我們可以看到它盛行流行的區域 跟它的趨勢 你來比對 譬如說 好看出來說 原來彰化的某個地方 或者是屏東哪個地方 嘉義哪個地方 它從以前到現在 就常常發生病 那個有抗體很高 表示說病毒 常常在這邊活動 你就要想辦法去清除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病毒的地圖 你沒有那個地圖 你怎麼樣去清除它 可是農委會卻不公佈 可是我們後來也看到說 前幾天很多人 包括很多朋友都在講說 農委會應該趕快公佈八段基因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說最重要的部分是這個 因為如果你公佈基因的話 其實對現階段的防疫沒有任何幫助 你公佈那 現階段你公佈八段基因 你沒有辦法去清除這些病毒 而是說第一個現階段最重要的 還是公佈那些病毒的地圖 抗疫陽性監測 你才能夠真正的去做防疫 否則我們看到農委會現在的主委是什麼 哪裡報我就去殺哪裡 可是殺都是地方的防疫人員去撲殺 地方的防疫人員其實真的是這一波最辛苦的人 我們看到我們在休假的時候 他們都還在撲殺 然後他們現在已經累到不行 然後在地上躺了就在那睡了 可是農委會到底做了什麼 你在都在中央裡面 吹冷氣現在可能天氣冷不用吹冷氣 你坐在那邊 你都不知道地方的疫情是怎樣 你怎麼做防疫 更荒謬的是我曾經去做養兒的業者 農委會的防疫 防檢局的那個科長 他一直沒有辦法掌握整個疫情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業者拜託他說 哪裡可以採到有病的壓 業者跟他講之後農委會才去採到 他們完全都是狀況外 那如果業者不願意講或是隱匿那不就都完蛋了嗎 對沒有錯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除了這個痛定失痛之外 其實更恐怕更重要是所謂的從根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花比較多的時間 花比較多的心力去解決 要不然其實這種長期遇到個案才出來撲殺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頭痛一痛腳痛一腳 甚至在隱匿的狀況 我覺得受害的可能不只是這些所謂的產業 他當然更是整個全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只能跟惠仁訪問到這邊 那我們也希望說真的啦 這不能錯的秘密拍到3就好了 拍完3就得做法這個事情解決 不要再拍下去了好不好 但是恐怕很可怕 只要拍到3就好不要拍到N 3456789一直拍到N那很可怕 對我覺得那個拍越多其實 當然代表民間的監督力量越強 但是也意味著我們的政府是越腐化的 今天非常謝謝李慧琳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謝謝 拜拜 較緊選擇 天空的眼淚 senate着色視角